我们来看这场比赛,大伯格随意到一个深穿这个粉色皮肤的陈国汉,打住,铁球大扑回头,挑递 对于之后马上确认赚球了,又是一个前斜下,哎,一个清拳,这是一个滑展 受不了了 哭好,我知道就是要抛弃红冬了 没清风无痕,想逃,得罪的方战还想走 扩拉来了啊,你看看扩拉小姐姐在这一座啊,在地板面弄啊 你感觉他就像穿那个汉冰鞋一样啊 啊,你想怎么死啊 他们两个,一个是冰属性,一个是岩属性的 又是起身小虫,哦 那么接下来,那么对面只剩下一个人了啊 只剩下一个人 海恩,管家,海恩 好,我们看这边是要打一个二打一 挑递一下A,马上带比赛 这套对面还有三起烧杀,先发一气 要不要再取消 不取消,不取消,不取消,那就要死吧 生虫没起来,对方又抓了个头 代表哥没有资源了,没有血了 啊,生龙被对方,被对方破招了 那么现在 不能要中生龙,中的生龙 老头其实也是比较强了,你看跳跌 他比较喜欢用粉色皮肤的啊,你看没有,比较烧起啊 一次 好的,出掌圈 好,对对反击一次,这样 赢了,中国队拳完全没毛病,恭喜大表哥,再次拿下一臂 今天晚上这个比赛 看的这个酸爽 好久没有看到1.8哥用三分啊,大家可以看到他 对于这个游戏,这个版本的理解到我,这边是随意到谁啊 第一个啊,有人知道他,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吗,朋友们 我来看看有多少人知道他的名字 好,那么,M大师先锋还是上了二等 哎呦,我去把对方楼成球推出去啊 鲁之身 鲁之身 有人把他叫扎那肚啊,闲那肚啊,都叫肚啊 没注意看 我,胖子是不是不是他这个胖的是原创的,十四元创的 嗯,铁之哥,前队的到回来都玩6比2了,一题我赢了,报说啊,铁之哥,报说啊,铁之哥,报说 高兴,走忘记了,哈哈 水缸大将OK啊 感觉像碰头的 我去这拍死他了 啊哈哈哈哈哈哈 这情况比较逗逼 我感觉这话是好逗逼 烂七八糟 拉尔夫我特别喜欢看这个十字里面拉尔夫这个顶点的招 会原皮的手成分 下兵了这击冲拳超级就 提上去了 骑马击冲拳 一拳锤死了这都太爽了 这招第一次登场在拳黄 哪一代当中有人记得吗 我来考考你们 第一次这个大招啊 提马击冲拳第一次登场在拳黄哪一代当中 看看有没有 拳黄的骨灰粉 好了 那这场比赛来对大表哥对着M' selling 98 露赏 97 也不对 99更不对了 是96 是96 它登场在全荒96 这个招式第一次登场在全荒96 94到15 是96 96第一次登场 这个打招 第一次登场在96 好了 那么现在我们看看这里 达表哥还有一个大将 对是96的 打96的都对了 97玩的事就是大招了 对啊 但是他第一次登场在96 在96年就有这个 96年版本全荒里面就有了 95是没有的 95是没有的 刚一来了 刚一现在是绝对 绝对勇势啊 对方 反击 偏倒一个头戒 两斤二一 中断戒 再打雅泽 哎呦 我去 刚一回来 哇 哈 还有30秒 保欠 哎哟 又 又嘗 抗 手 邘 像 对方 ,